大家好 今天又要開箱了 不過我今天開箱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開箱是鞋子 我第一次錄鞋子的開箱影片 那這次買了兩雙鞋子 那這兩雙鞋子的話是在5月中旬買的 是退貨日是5月19號 但是我大概在5月14號15號就拿到了 那最近實在是太忙了 那一直拖到現在的開箱 那這裡面的話是兩雙鞋子 那這是在一間 這個 這個大家可能很清楚 台灣在進口鞋子 代理商很多 不錯的品牌代理商的一間店 買的 那今天跟往常一樣 就一起來開這個箱子 那這兩雙鞋子 它剛好 剛好是帶 嗯 剛好是兩種鞋型 一個是德比鞋 一個是牛津鞋 一個是牛津鞋 OSFER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跟 也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什麼是OSFER 什麼是德比 好 那好 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它這個包裝還不錯 包裝還蠻用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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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雙鞋子 我都把它拿出來好了 就把紙箱子放到旁邊去 它這兩雙鞋子 是分開包裝的 還蠻用心的 下面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刷砲的 嗯 縫種泡棉吧 好 我們放旁邊 那先來看第一雙 那這兩雙的話 嗯 一雙一雙看 這家 這家代理店的話 我跟他買好幾雙鞋子了 那他們家的老闆 對於鞋子 還蠻 了解 而且 很用心 很感興趣的感覺 他都會帶領一些 還算有名的 品牌 但是又不會說是那種很高端 很高端的 好 很高端的那種 鞋子 好 那我今天看到的這一個 欸 低雙的 低雙的話是這個 這是什麼 我第一雙開的是 OSFER OSFER 喔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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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 好 這一雙我先開的是LOOK 1880 其實有兩雙啦 那這兩雙的話 我乾脆全部都開好了 因為 我發現 我們這種影片的話 不要做廠 因為有些人 不見得有那麼多時間 會把影片看完 乾脆兩雙先打開看 這袋子實在是太多了 這包裝實在是太 太緊密了 好 好 另外一雙 它是 將將將將 這個是 Alfred Sargent Alfred Sargent Alfred Sargent 它算是 中階品牌 那這兩個品牌的話 既然開了以後就一起講好了 以品牌等級來講的話 這個 Alfred Sargent AS的話 是等級比較高的 那LOOK的話 是比較 低階一點的品牌 那這 Alfred Sargent的話 這牌子的鞋子 我買過蠻多雙的 那這牌子的鞋子的話 我覺得是CP值非常高的 怎麼說你知道 因為它每一個品牌的話 它都有一個 不同的生產線 那如果說 是以 AS來說的話 它有一個生產線 叫Primer Collection 那Primer Collection的話 它等級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價格的話 是非常能夠對著其它的價錢 它的這個 Primer Collection的話 要跟CMJ Clockett & Jones 或是 Gazziano Gerlin 你說要同等級的話 我覺得是蠻接近的 但是它價錢 就是比較便宜一點點 所以我 我其實很喜歡 這一個牌子的鞋子 那我先看這雙 好 那 那這雙的話 這個 這個 Alfred Sargent的話 這一樣 也是 兩個鞋套 這就是一般 我們在買皮鞋的時候 會看到的東西 S 那他們家都是用深藍色的鞋套 那上面會帶一個水藍色的布 那藍河水藍布 這就是 S的 這個特色 那 好 好 我講一下 這雙鞋子是戴的是什麼意思 大家有看過LALALAND嗎 好 越來越 越愛你 好 前陣子 非常 票房非常好的一個 愛情歌舞片 好 那它裡面的話 就有一雙這樣子 配色很大膽的 呃 皮鞋 好 那 我就一直很希望說 能夠買一雙 這種配色很 很大膽的鞋子 好 這看起來蠻 蠻有 呃 拼接的這個配色的話 蠻絲毛的 那 又有一些 演習一些經典 好 但它又創造前衛 好 那這鞋子的話 我們把它拿出來 看一下是一些細節 其實我覺得 這個AS的話 它在很多地方的話 細節做得很好 那你看 包含了它的鞋盒 我發現一件事 其實我買過他們家很多雙鞋子 它都會附鞋帶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雙沒有 好 有空的時候要跟 跟那個老闆講一下 好 那 這鞋盒的話 我們先放在旁邊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鞋盒 它上面會寫一些 一些 訊息 那它這裡面的話 當然它會寫一些它的Style 好 然後 它 它這個叫做 Broker Gibson Broker Gibson 所以說它這不是黑白的 這是深藍色 Navy 不過這真的很接近黑色 非常接近黑色 我在想 這應該是黑色吧 好 好 然後呢 這個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鞋子的一些細節 那它也是一樣 它這個底的話 叫做皮底 那這個皮底的話做得很好 那 這個的話 這個叫做 Gird Ear Storm Welt 古特爾E工坊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它會把這Welt反折 那它這個皮底都還蠻好的 對 那它這個 通常我們買英國的手工鞋的時候的話 它都會在鞋子的側邊 會加上一些手寫的 手寫的一些鞋子的資訊 它這邊看得到 這邊有寫一個4161133 然後7WK 7WK是什麼 就是NEST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NEST是什麼 NEST就是線型 一個鞋子的這個形狀 它的線型 那7WK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 圓頭的 然後它會稍微寬 所以它的這個鞋子的話 會蠻好穿的 而且很好走 那它這個 不過它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鞋子的 形狀 沒有那麼的7WK感 比較修長一點 比較修長一點點 那它這個手寫字的話 其實看起來很有 很有手工鞋的感覺 看起來不錯 對 那不過它這雙的話 鞋底的話 沒有打MARK 這是一個蠻奇怪的情況 那這 這腳的話 也是 它兩腳的話 裡面都是會寫上 用手寫的 寫上它的線型 跟它的尺寸 Size 我這是7WK版的 然後37 3752 這都是一些它在 這個線型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叫得比 這叫得比 得比的意思是它的 綁鞋帶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開放的 那這個在穿的時候的話 會比較容易穿脫 那這個鞋型的話 應該叫Hempstead Hempstead Hempstead 得比鞋型 蠻經典的得比鞋型 那 S的話 它會有一些特色 在它這個縫線 那還有它這個衝孔 衝孔的雕花 都做得很好 其實 如果說是以這個價位來說的話 這個是 絕對物超所知 有一雙鞋子 好 那 那它這個 鞋跟 都是用手工 釘的 那這個的話 很多人會講說 這木頭底不是 這是皮底 這是很硬的 很厚的皮 所以說這其實是皮底 所以整雙的話 應該是 裡裡外外全部都是皮的 那它這鞋子的話 很多細節 例如像它這個內襯 是用小牛皮的 所以說它內部的皮 跟外面的皮 是不一樣的 整個看起來還不錯 越來越愛你 LALALAND 復古浪漫 蠻好的 那這一雙的話 它是LOOK LOOK 1880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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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牌子 它一個很經典的系列 那這個經典系列的話 我這次買了這一雙的話 它叫做 BUCK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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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880系列裡面 又更經典的 更經典的 這叫Wintip Oxford Wintip Oxford 這邊有寫 這是牛精鞋 Wilted Laser Sword 唉唷 唉 等一下 它這一雙的話 我覺得還 有一個地方很有趣 它的鞋底是不一樣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一起看 這LOOK 這個品牌的話 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其實這牌子也是不錯 但是它 雖然這鞋子一雙的話 都是萬來快 但是 這在男生的皮鞋裡面 已經算是比較低價了 那這個紗捲的話 是比較貴的 那 LOOK 它算是一個很平價的牌子 是這樣子 不過它的 做鞋的工藝的話 也還蠻好的 它很多細節的話 也不會跟AS差很多 那只是說 在品牌定位上 是比較 就 走 中低階路線 不過他們家也都是手工鞋 那 它的這個盒子裡面的話 就感覺上比較有誠意一點 它還有一本這個 LOOK Shoe Makers 的一本小冊子 那這裡面的話 當然就會寫一些 它是 它有寫 Congratulations on Protation A Pair of Look Shoes 它有些自寫的一些 然後它這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系列 那我這次的話 它是 Buckinham 這是牛津鞋 好 我們看一下鞋子裡面 有什麼東西 它也是一樣 這個 這個 這雙鞋子的話 它是已經把它 放在鞋套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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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雙 這雙的線型就很明顯的 跟剛剛A10不一樣 A10的話 它是7WK 7WK 它比較休閒一點 比較圓頭 那這雙的話 Buckinham的話 它就比較尖頭了 這個是比較正式的 那這兩雙的話 都是最新 shoes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鞋底 其實我覺得這一雙 這一雙 這雙Luck的 做工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對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鞋底 它鞋底在很多細節上面 然後都是做得很好的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 釘扣 那個釘子 手工釘 還有它這個皮底 感覺它這皮底 看起來是很不錯的 而且它這邊有寫 它叫 Good Ear Werted Handcrafted In England 英格倫 好 蠻不錯 那只不過它這邊的話 它不是像那個AS一樣的話 它是手寫的 然後它是用打的打上去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的這一雙Luck的話 我是買8號 然後AS的話是買7號半 這一點也不奇怪 這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它這雙的話 它是J shoes 所以說它的那個鞋型的話 會比較肩頭一點 那比較肩頭的鞋子的話 通常都會買大半號 大一個size 這是我習慣 因為size太合的時候 它這個比較肩頭的話 它很快就會變形了 就是穿著穿著 它原來線型 就會穿成自己的腳的形狀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情況 然後對男生來講 其實大一號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然後 那這兩雙鞋子都蠻不錯的 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雙 這雙Luck 也還蠻喜歡的 看起來蠻帥氣的 好 然後這一雙 這雙Alfred Sergeant 很俏皮 俏皮可愛的感覺 摩登又前衛 那這一雙的話 是很 這個英式復古 那我講一下這個 補充一下Luck Luck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雕花 Luck的雕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們 我們即使仔細看的時候 能夠知道為什麼Luck 它是 等級會比AS再低一點 你看它的這個動能的大小 還有它的一個整齊度的話 至於AS這個是比較好的 那他們在雕花的時候 其實在英國的雕花 它都有一定的特色 很有英國風味的感覺 那這兩雙雕花鞋 都算是蠻騷包的 然後 我們剛好有提到 德比鞋跟牛津鞋 其實鞋子的形狀的話 還有很多啦 還有什麼樂福鞋之類的 但是樂福鞋的話 我們應該很明顯的 都可以知道什麼是樂福鞋 就是這邊也會有一個流蘇 那德比鞋的話 它跟牛津鞋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 就是在它的這個鞋帶部分 那牛津鞋的話 是整個都是封閉的 看起來會比較內斂 比較正式一點 那德比的話 這樣看起來的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邊是開金的 那德比鞋的話 就會比較 有點country shoe的那種感覺 不過這兩雙的話 以訊型來講的話 它應該都算是dressing dressing shoe 那尤其是這個country shoe 弄得這麼的花俏 應該是 應該很少人會這麼做 好 今天呢就是兩雙鞋子的開箱 一雙是 look 1880 Buckingham 然後是 藍色的 的一個雕花的皮鞋 那這雙的話是 黑白的 然後它是 Alfred Sojourn 一個很有名氣的品牌 的鞋子 那 復古又俏皮 兩雙都有雕花鞋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